阿珍看着闺蜜两口子的尸体彻底崩溃 这又是她生的怪胎 咬死的 现在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为了掩盖罪证 阿珍打开地下室的门 把尸体拖进去藏了起来 然后她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洗澡 眼神都开始变得空洞 强烈的打击 让她进入了尸神的状态 晚上丈夫掏过回家 看见阿珍在椅子上发呆 她过去想看下孩子 饕餮 但婴儿床里 好像是空的 阿珍缓过神说 刚才还在 掏过掀开被子吓了一跳 被子下面不是宝宝 反而是一堆啃过的动物尸体 这时候 阿珍也只会重复一句话 孩子太饿了 孩子太饿了 掏过这才相信了自己孩子是怪物的事实 整个农场忽然都停了电 掏过嘱咐妻子坐着别动 她去修好电路 再找孩子 电箱在地下室 掏过正在检查线路时 警方也终于赶到了农场 地下室的掏过 听到门口有动静 仔细一看居然是 饕贴爬过来关门 她冲上去阻止 发现门已经从外面反锁 来的两个警察下车敲门 楼上阿珍只是静静地坐着 好像猎人在等猎物步入圈套 后面的画面不是太黑 就是太重口 我只能简单地给大家交代下 掏过在地下室 最终发现了阿珍藏起来的尸体 男警察也下到了地下室 虽然掏过辩解这些人 都是她的孩子干掉的 但这样说 一个小婴儿 警察肯定不能相信啊 就准备上前逮捕掏过 女警在房子里巡捡 被埋伏的滔铁扑倒在地 很快就领了盒饭 画面重口就不减了 男警在地下室听见惨叫 才相信滔骨不是凶手 随后 两人一起在房子里寻找滔铁 不出意外 等警察发现 滔铁的时候 就是领盒饭的时候 前夫在管道上的滔铁扑到男警身上 咬断了他的脖子 男警挣扎中 开枪打爆了天然气管道 地下室开始着火 滔男担心哥哥的安危 想下去帮忙 滔骨知道残疾的弟弟帮不上忙 赶紧躲到屋外去 等在找到滔铁的时候 他知道来硬的不行 就装作慈父的样子 引诱滔铁 快到爸爸这里来 乖哦 毕竟是亲儿子 滔铁果然上当 被滔骨塞进了一个铁筒 滔骨把铁筒拉到旁边小树林 准备开枪大意灭青 为民除害 但孩子的哭声实在是可怜 给大家听一下 滔骨终究是下不去手 而且还打开了铁筒 滔铁果然停止了哭泣 接着就变脸扑向了 滔骨 这是电影里唯一的一个证捩 为了过手 打马 阿珍这时候才过来查看滔骨 好在 滔铁只咬了他肚子一口 滔铁对父亲还是嘴下留情了 滔骨因此逃过一劫 看丈夫没有大碍 阿珍寻着哭声在树林里找到了滔铁 然后不顾小树子的阻拦 抱着孩子走进了火场 房子里浓烟四起火势大作 阿珍抱着 滔铁来到婴儿房淡定地坐了下来 大火马上就围住了整个房间 阿珍安静地抱着滔铁 在烈火的炙烤中化为了灰烬 希望他们身上的罪孽也能得到救赎 兄弟俩看着熊熊大火 实在难以进身 就没有冲进去救人 果然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剧终